特朗普封口廢案審判持續進行 週四檢察官播放了一段2016年9月的錄音 錄音中特朗普與其當時的律師Michael Cohen 討論了一項計劃 洗錢令花花公子雜誌的毛特兒Karen Madugo保持沉默 該毛特兒聲稱曾與特朗普有婚愛情 Cohen在錄音中透露 他曾與特朗普集團當時的首席財務官Alan Weisselberg 討論如何全面安排資金 特朗普在錄音中新聞需要支付多少金額 並提議用現金支付 但遭到Cohen的多次反對 同樣在週四 陪審員查看了一份保密協議 該協議顯示嚴聲Stormy Daniels收到13萬元的封口費 要求其對10年前與已婚特朗普的婚愛情保持沉默 該協議在2016年總統大選前不到2個星期簽署 這筆封口費由Cohen支付 檢察官在指控特朗普犯有34項偽造商業紀錄的重罪事 表示特朗普公司後來償還了Cohen的費用 並將款項紀錄為法律費用 偽造商業紀錄的指控最高可判處4年監禁 天堂衛視記者編輯報導